炸豬扒 外脆里嫩 外皮非常酥脆 喜歡的可以試一下 做法簡單 準備材料 四片豬扒肉 適量麵包湯 兩條小黃瓜切片 櫻桃小番茄洗淨待用 兩粒雞蛋 適量的玉米澱粉 豬扒肉洗淨後抹乾水分沿著邊切開 再用刀輕輕地捶一捶 這樣做是破壞豬肉的纖維 同時能夠增大面積 看了更有食慾 灑上少許鹽 適量的胡椒粉 反面 灑上鹽和胡椒粉 塗抹抹均勻醃製半小時 半小時後把肉拿出 用筛加入適量的玉米澱粉 灑在肉上 翻面 翻面 灑上玉米澱粉 抖掉多餘的澱粉 放進蛋液裡雙面裹上蛋液 抖掉多餘的蛋液 裹上面包糠 靠皮肉 桃子 如果你喜歡吃又脆又大可以重覆步驟沾多幾層 我们下期再见 倒油 中火,油差不多热就可以开始炸 二分钟后反面 炸二分钟即可出锅 开大火生油温 再放入炸 反面炸 十秒即可捞出 这个步骤是让外皮更加的酥脆 外皮多么的酥脆 等不及了,先切来试一下 颜色多么美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 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